朋友们好,我们接着来聊巴赫木特吧 巴赫木特现在的战线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我们看到地图上的 就是拐进去的那个弯弯 原来有个尖茧朝里进去了,现在那个尖茧基本上拉平了 可以说情况还是比较危险的 就是那个战争的生命线 这公路吧,好像是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威胁 那个红颜色已经很逼近那条路了 不过呢,乌军他们心里也有数 他们自己对外透露说,那个后勤道路是畅通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就是打的也是相当的激烈,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多的视频啊 都不是乌克兰防守的视频,而是乌克兰进攻的视频 进攻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战壕 就是从进入4月份以来 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战壕战 就是乌军进攻敌人的战壕 我在前面给朋友们分享过乌克兰的坦克 然后呢,乌克兰第54旅吧 他们的坦克,在那个T型战壕那儿 跟敌人拉锯的场景是非常非常惨烈的 还有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就是由原来亚素营变成的 他们也是进攻敌人的战壕 用无人机炸呀,步兵上去呀 坦克上去呀,也都打的相当的精彩 就在昨天我给朋友们分享那期视频的时候 中间插入了一段一小段视频 就是乌克兰的 这个部队啊,突击部队 进到敌人的战壕里头去的 后来进到战壕里呢,有个士兵 接受了乌克兰媒体的访问 采访吧 士兵就说,我们通常是这么打的 现在呢,是用远程炮火,带着无人机 把那个战壕整个给离一遍 完了,剩下一点点呢,我们呢,就是坐在这个装甲车里面 到跟前去 然后就我们打扫战场 其实已经剩不了多少敌人了嘛 敌人也没有什么反装甲武器了 一般都躲在那个所谓的莫尔顿里头 乌尔出来,打打冷枪,扔几个手榴弹 已经没有多少威胁了 他们把这个战壕给清除干净之后啊 然后呢,就是 马上就坐着装甲车去回撤 接下来呢,就是乌军看 看敌人是不是又过来了 带着他们的坦克呀啥 如果敌人过来,再接着攻击 最大程度的 最大限度的杀伤敌人 如果敌人不过来,他们呢,就把步兵派过去 就把善于守的部队派过去 咱们都知道,有些部队特别的善于守 尤其是现代化部队 他们呢,就是守的方面的武器是相当相当多的 手段也是相当多的 有的部队呢,是善于进攻 但是不善于守 所以呢,就是乌克兰他们呢 现在把善于进攻的部队专用于进攻 把善于防守的部队专用于防守 同时我们也来看看俄罗斯的这个 作战方法 俄罗斯跟乌克兰相比较,它具有碾压性的优势 就是说,它的火力配备 在开战之初,差不多超过了乌克兰的20倍 即使是现在,它也差不多经常在火力方面 是乌克兰火力输出的2-3倍 也是相当相当 强的 那它这么强的战力啊 通常来说,打的时候它不应该用战壕战 战壕是用来防守的,防止敌人进攻的 而不是往前穿插着打敌人的 而它呢,现在广泛的使用战壕 这里头你也能够看到俄罗斯的尴尬嘛 你比较一下美军 俄罗斯不是一直说是世界第二强军吗 第二强军它跟谁比较?跟美军相比较 如果没有美军,他们就是第一强军 美军从打二战再到朝鲜战争,然后再打越战,然后再打伊拉克,再打阿富汗 你看美军从来就不挖战壕 哪里看过美军挖战壕的记录啊?没有人家不挖战壕 人家就是要么就进,要么就退,人家才不在那地方守呢 其实守,人家也是另一种守法 就是说是整个前面弄一道火墙 就是敌人根本过不来 稍微包围他们的敌人一动 人家火力输出就过去了 基本上就是那种情况 就是说是真正的 这个进攻方是不应该挖战壕的 而俄军还挖战壕 就是说他自己心里头不清楚他在进攻还是在防守 所以这也是比较好看的一个方面吧 说完了这个战法,我们把昨天我那个视频 就是讲莫斯科的那个伊斯兰话 其实是没有完全讲清楚 里面呢,也有一些小错误,在这给朋友们稍微更正一下 昨天我们说,就是车程人卡多罗夫想让莫斯科建全俄罗斯最大的清真寺 那种说法是不对的 卡多罗夫确实想建俄罗斯最大的清真寺 但是呢,他是想在印古诗共和国 就是车程旁边的那个共和国,在那去建去 其实印古诗跟车程是一类人,只不过 当时的这个苏联为了分化瓦解他们 把他们硬生生地搬成了两个自治国共和国了 就是他要在那建他们俄罗斯 就是俄联邦境内最大的清真寺 那建这个清真寺,既然是最大,那工程是相当的复杂 建筑材料啊,人员啊,机械啊 建筑整个过程啊,成本也是相当相当高的 那这个钱由谁来出呢?肯定不是由他来出啊,他哪有钱啊 肯定是指望着俄联邦来出嘛 就是让那些俄罗斯人,俄罗斯的纳税人们 去花嘛,俄罗斯纳税人肯定也挺喜欢花的 反正现在已经给了很多很多了嘛,还继续在给着 不过现在俄联邦的财政也开始吃紧了 很多地方的老年人的退休工资也已经欠了半年多了,还没有发 就是说,以后再给他给多给少,那都很难说 他这个工程能不能上嘛,都相当相当的难说 那车程这几年是吃打卡要,已经习惯了嘛 我们都知道,咱们以前不是有过 有过这样一些说法嘛,就是说有的人 心很善,他很有钱,每天呢,给 门口的那个穷人给他们给饭 而且油水是不错 有一段时间呢,这个施善的这个善人啊 家里头情况稍微有点难了,他家里人都吃不上肉了 然后呢,就把油水稍微减淡了点 前面在他门口接受施舍的那些人,立刻把他给的饭就糊在他脸上去了 说你这是怎么搞的,怎么今天没有油水了 车程人就是这样的什么,你给习惯了,你给少点的都不干 何况呢,你如果不给了,那整个就全部就反了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于车程人的,达基斯坦啊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你像那个 布里亚特啊等等的,人家为你俄罗斯打乌克兰,死了那么多人 那那些人心不疼吗?那些人的父母亲心不疼吗? 兄弟姊妹,表亲,尤其是少数民族 亲戚又比较多 大家呢,就是死一个人,等于疼一大帮人 所以呢,你说你下面你如果不补偿点 或者是少补偿点,把以前原来该给100块钱的 你砍成50块钱了,你看那些人造不造反 所以昨天给朋友们说的是,俄罗斯会四分五裂,现在已经 就是开始了,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了 我们再接着说莫斯科的这个 伊斯兰话吧 其实莫斯科的伊斯兰话已经相当相当 程度已经相当相当深了 当然我不来评价伊斯兰话好还是不好 反正就是社会问题,莫斯科可能解决不了 莫斯科现在总共有人口一千两百多万人 其中呢,有两百多万,就是各种高的穆斯林 其中有车臣啊,达底斯坦人啊,达达人啊,还有中亚人啊 很多很多 而他的清真寺有多少呢?清真寺总共在四座 他的那个东正教的教堂有多少呢? 东正教教堂可能有五六十座 现在东正教教堂也说我们要建教堂 那个清真寺,就是穆斯林社区,他们也说他们要建 穆斯林的那个清真寺 现在穆斯林的清真寺,它只有四座有两百多万人 所以是不够服务这些人的 很多人就在大马路上做礼拜 所以就是看着也 就是莫斯科官方看着也看不过去 所以才批了一块地方,让他们建一座新的清真寺 但是那地方的老百姓是不愿意 那地方老百姓说是我们这儿就不希望建任何的 其他的东西,我们就希望一个困地 我们家孩子过去有个玩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可以去遛遛狗 你如果把这地方再建成一个大型的建筑物 那我们这些资源就都没有了 这个车程人啊,还有一些穆斯林 他们就说是,这是针对我们的,你看他们 就是那么多的那个东正教的教堂 还要继续建 而我们只建一座清真寺就不让建了 然后俄罗斯的媒体啊,就在那儿 波西尼,他说,这个地方的居民 你别说是建清真寺了 你让他建东正大的教堂,他照样反对 或者在那个地方你开发这个房地产 建一栋卖的这个房子,他们也照样反对 其实那个媒体说的也没错,在我们蒙特利尔加拿大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公共绿地 如果你进行开发的话,当地老百姓的反弹是相当相当大的 就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废弃的工厂 这个政府就想拆了,把它开发成这个公寓,然后卖 政府呢,就收这个地税嘛 就是大家皆大欢喜的项目 但是,本地居民就不行 只要政府有那个动议,人家就把那个政府楼给围起来 或者是把那个建筑床,就把那个旧厂房那儿 就举行集会,抗议,所以那个 都二三十年了 那个废旧的厂房还在那儿放着 好了,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